Pack up your perfume And all your clothes take back your teeth 哈囉大家好我是楚喬 今天這影片呢是一個試色影片 那這個影片我試了10支Colourpop的一泰唇膏 但這個不是霧面款 這個是Ultra Statin Lip 因為Colourpop它沒有實際的店面 所以我也想說試色可以就幫助到大家選色 因為就想說亞洲皮膚嘛 擦起來可能跟白人皮膚或黑人皮膚擦起來 感效果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所以我就試了這一系列的顏色 我其實是��皮膚 fly chicken 最終壞的挑戰 之路的顏色 請有任何龍蛋 found oz在技能前 by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我比较定义为 丝绒断面的唇彩 它这个质地比较像是 直接把口红拿去融化的那种质地 它不会干掉 干成完全的雾面 那我这次试了十支 我真的觉得我嘴巴快要炸开了 我本来还想要试就是 它的雾面款的 就是Ultra Matte Lip 好像是这样 Ultra Matte Lip 还有三支金属光的 但是 因为Ultra Matte Lip有八支 然后三支金属光的 这样子又有十一支了 所以我的嘴巴我觉得我真的会炸开 那如果大家有很想看的话 可以留言跟我讲 就是你们很想要看那个 Ultra Matte Lip 那我可能就是下礼拜休假来拍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的嘴巴快要炸掉了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 我的嘴巴快要炸掉呢 因为呢 这一系列的Ultra Staten Lip 它非常的持久 它虽然是断面款 有一点点微微的光泽 但是呢 它比一般的唇彩还要持久非常多 就是如果你擦它去吃饭什么的 它基本上也都不太会掉 就是不会 呃 会掉一点点 但是不会掉成 让人家觉得你的唇彩掉了很多的感觉 那刚刚的试色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一擦上去就是非常非常的饱和 然后不用说叠很多次 擦起来也是非常的舒服 它在嘴巴上就感觉不太到什么 呃 有唇彩的感觉 因为它们另外那个Ultra Matte 真的非常非常干 就感觉到嘴巴很干 但这个完全不会 呃 它就是那种一点点光泽 但是它没有说可以防止不沾杯什么的 就像你看 它其实是很会沾的 但是它不会 它颜色都不太会掉 那这一系列非常的推荐 就是Colourpop的Ultra Satin 很多种颜色可以选择 价位又不会太贵 而且现在Colourpop又可以全球邮寄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试试看这种比较持久型的唇彩 但是又觉得雾面唇彩太干的话 Ultra Satin真的非常的值得买 我买的这些颜色虽然在管内看起来很像 但是你看刚刚的试色影片其实每一支看起来都不一样 我买的颜色我都还蛮喜欢 而且我觉得我擦起来都蛮适合 唯一一个只有这一个 就是Gen和Colourpop合出的联名系列 这一支叫做Dohi还是Dohi 它是它的韩国名字 但是我觉得这一支我擦起来真的有够超级怪的 而且这一支不知道为什么 它和其他支的质地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这一支我擦的时候会觉得它没有其他支那么饱和 它可能要叠个两次三次才会觉得它颜色很饱和 那这个我都觉得没有关系 但是它的颜色我真的觉得我擦起来就非常怪 你们有不觉得我擦这一支很怪 如果你觉得很怪的话也可以留言跟我讲 或者是你觉得其实还好不会很怪 那也可以留言跟我讲 因为这一支我真的很后悔买了它 那其他支我就真的都还蛮喜欢 而且蛮推荐的 然后啊它们这一系列的唇彩闻起来都没有什么味道 就是没有特别加什么香味 就是一种化妆品的味道 那如果大家真的有很想要看Ultra Matte 就是雾面款系列还有金属光泽的系列的话 就留言记得留言跟我讲 还有帮我这支影片按赞 有时间的话我就会拍 虽然现在想到就已经觉得有点痛苦了 但是如果你们想看帮我这支影片按赞 我还是会拍 因为就还是一样要试色给大家看 大家就是买的话会比较知道大概可以买什么颜色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那记得要帮我按赞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或者是你想要看 霧面款试色的话 然后我每个礼拜五 礼拜五晚上 八点半左右朋友上试影片 所以不要忘记要订阅我的频道 大家下次见咯 拜拜